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有骗大家 你看这么多 全部都是我的手机壳 从我最近用的一个手机壳开始 因为最近春天了嘛 我发现我买手机壳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浮夸风 就是要买很多这种特别大的 特别大的这种硅胶壳 像这种超大的这种硅胶壳 我买了很多很多 像这种 然后还这种还是带肩带的 就是你可以背的 狗的 这个真的是超大 你看 几乎可以盖住我的脸 江炳仁 这么多的这些就是collection里面 它们已经算是就是比较浮夸的一类 今年我出去玩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的手机就是拿在手上我怕掉啊什么的 就是我出去玩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正好它配了一个这样的背带 我就把一只背在身上 然后用着用着就觉得哇哇就是 我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了 它就像你最防风 最温暖的一种服 就有它带着很安全感的感觉 而且它图案真的非常可爱 就是popmart的 因为它的硅胶质感就是超级的好 而且接缝什么 这边都做的很细 对这款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就是这种小云朵的这种很可爱的小云朵的图案 江炳仁是我在圣诞节前后买的 然后当时我买它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圣诞节的时候用它就会很应景嘛 就是给自己加戏 但是其实从路到尾我只带它出门过两次 这个就是一个popcorn的一个手机壳 它也是硅胶的这种材质的 马上天窍变热了 变热了之后就会有散热 手机会发烫 会有一些就是比较热的高温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的话就非常不利于散热 但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戴它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天哪 我太爱它了 然后有这个彩虹 还有这个云朵的这个图案 然后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好阳光 然后很清新 脱俗 自然 但是同时又有一点小小的少女心 当时就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扉 我就一定要得到它 这款我的使用率还挺高的 因为它整个其实没有做得特别大 基本上就是很贴合机身的一个设计 所以拿在手上接电话什么的 操作起来是很方便的 这两个我都还蛮喜欢的 这两个 一个是比较粉嫩的这个 这个我当时第一次在用的时候 我表妹就吐槽说你用的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因为你看这个拿起来真的是 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手打字 你必须要两个手拿手机去打字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真的很可爱 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完全记中了我的少女心 但是也是架不住真的不是特别好用 就是必须要双手操作这件事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坐在车上 或者就是你很着急的时候想发行心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壳子的话我不会扔掉 但是我也不是特别常用 这款壳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就虽然它这样子看起来宽度比较宽对不对 但是它上宽下窄的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设计 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有个性的衣服 那这些壳呢 其实你单看它的这些图案你都会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我之前也是一度在我的爱用的手机壳的这个名单当中 就长期的持有着 尤其是这款当时我真的是连续用到超过一个月 我很少一款手机壳连续要超过一个月 就是基本上两三天我就想换 两三天我就想换这个样子 因为我的手机是磨砂黑色的嘛 所以其实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体性还是蛮好的 我可以带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较 你看 还蛮浑然天成的感觉 配我今天这衣服好像也 也还蛮好的 但是其他几款壳为什么我后来不喜欢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白色半透明的哑光的包边 就是给人一种质感不是特别好的感觉 你看就搭配就黑色手机这样的一圈我就会觉得显得很不好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开始进入手机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追求简约 因为浮夸的这个路线走多了 然后你难免就会希望有一些简约的路线嘛 对不对 就是苹果的那个原装的手机壳 硅胶手机手感真的非常的好 花粉黄色 然后同时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冰蓝色 这两个颜色是我自己会觉得很少女很fresh很清爽很夏天 就是各种美好的青春的词汇 我都想赋予在他们俩身上的这种感觉 这种比较像时尚插画的这种感觉的手机壳 就开始成为我入手的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选择了 然后包括像这个 这个我很喜欢 你看它表面已经可能有点泛黄了 然后这个边缘也有点脏脏的感觉了 这是我在逛一家书店的时候 那个书店的周边 它这边画的是David Bowie脸上最经典的那个闪电的图案 然后下面有写David Bowie的名字 而且又是粉色的 我对粉色的东西本来就很喜欢壳 这款壳的话其实是当时我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图案 但是其实我真正拿到手上之后 然后套上手机发现非常不适合黑色的手机 这个热带花朵的款 哇 这款我真的超级喜欢 就是你拿到它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坐在一个海边 小木屋旁边然后晒太阳喝着椰子汁或者长岛冰茶之类的这种鸡尾酒 然后在那边晒太阳看书 带着一个墨顶海公圈去旁边有满身肌肉的肌肉男 在给你死刺那种感觉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喜欢到它已经坏了 就是这边断掉断掉了 接下来呢就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当时很多人看我之后就觉得说你怎么这样的一个浮夸的人 就是忽然用这么素的这么朴素朴实的一款手机盒 但这款手机盒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深度啊 你看它是那种水泥的纹路在上面 它是这种很高级的灰色 就会觉得哇我今天就是要穿的非常的casual 非常就像那个cost的那种风格 就是一个刷的大白的一个屋子里面 然后放了一株仙人掌在那里 然后有一张铁翼的金色的椅子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就可能穿了一件白衬衫 穿了一个什么阔腿裤之类的 然后你坐在那边喝着一杯淡淡的黑咖啡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的脑中浮现了 当次的是另外一款 它有点是大理石的纹路的质感 但它也是磨砂面的 这个是浅蓝色大理石的这个纹路 磨砂面的而且有点带一点软软的这种质感 戴在手机上会显得也是非常特别 你看我这样拿着 然后去打电话 会觉得显得你这个人特别爱看书 特别有思想 就是特别有文化 像一个小小知识分子的那种感觉 在你心中又有对着这个世界的一些叛逆 然后一些不屈分 然后一种就是 我想要挣脱这个世界的束缚 要做回我自己的这种感觉 就这款手机壳当时带给我的一个联想 还有个手机壳呢 是我之前去看展览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上海在开那个 Audrey Herben的那个展 然后我在看展览的时候买到的这款全白的手机壳 这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全白的手机壳 然后我竟然意外的发现它和黑手机之间真的是match的 要死要死的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它就是会紧紧的附着在你的手机上 你看白色的壳加上黑色的面 是不是会有一种很摩登的感觉 然后上面写了一个Audrey Herben Always and Forever 然后接下来的手机壳呢 就是我买的 因为有些失败的 首先讲这款 这款是一个就是 你看它做的特别仿真对不对 就是它的这边的纹路上都会有一些凸起来的 你可以摸得到的纹理 做的很仿真 远远的看好像我真的在拿着这个草莓冰淇淋一样 我当时就是被它的这个外观所吸引了 但是跟我的黑色手机 我自己会觉得没有特别的match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我超级失望的一个手机壳 然后我当时买到它 买它的话是因为你看它的上面写的叫 中央矽精学院 然后这几个字我觉得很调侃很幽默 有这种就是淡淡的这种自嘲的这个感觉 就非常适合我 因为本人也是一个矽精嘛 但是我拿到它的时候 在图片上它看是全黑磨砂的 我觉得好好看 然后它的时候它是亮面的 亮面的也就算了 它搭配的是磨砂的边 就整个就是可能在镜头上看还好 但是我自己看就是它的实度 显得特别的lowlowlow 这两个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 非常的喜欢 因为你看它们的图案就是很特别 很有个性很有艺术感 很时髦的这种图案对不对 但是呢这两个都是这种亮面塑料的 亮面塑料的在套在手机上的时候 就是很紧 你下下来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我的手机好像有种被伤害到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没有办法完全贴合在我的手机边框上 在用手机的时候 手机会在上面这样上下上下 就觉得 哇哇哇 就是这么好看的图案 然后就被毁在了它的材质上 这个 这个当时在买的时候就是 出于我本人对于这个品牌 就是与生俱来如痴如醉的 这种为爱痴狂的这种深刻的感情 但是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作用了吧 就是对于这个品牌的爱 就是虽然贪便宜买了一个 就是淘宝商几十块钱的一款 这个手机客 但是我就觉得 把假的歌呀就是带在身上 会有种对这个品牌的亵渎 对它神圣不屈的灵魂的一种 所以我就没有再适合它 就我最近开始喜欢上一些透明灰胶的软壳了 之前很多人会说 哎透明灰胶的软壳也很容易黄啊 很容易脏啊 很容易粘灰啊 很不耐脏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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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cares 你买的是手机壳 你以为你买的是一件几千块钱大一吗 手机壳这个东西不是说要替换你 跟自己的心情跟自己的装扮去替换的吗 所以I don't care 这几款是我最近超爱超爱的手机壳 像这两款 那这款上面写的是 I'll 拿反 拿反 这款上面写的是 I'll see you when I fall asleep 就是我在睡梦中将会见到你 我自己觉得还蛮浪漫的话 你看套上我的黑手机非常的搭 而且很时髦 几乎可以搭配你任何的单品 你背任何的这个包 出席任何的场合你都可以带它 而且很低调 但是又透这种低调当中很前卫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那款手机 另外一款呢跟大家相比较起来就会更少女一些了 这款手机和是这样的图案 上面有冰淇淋 有爱心的 这种很可爱的这个图案 我自己会觉得非常适合在春夏的时候 使用尤其是现在春天了 这种小爱心的图案 然后上面写是summer 好像我在期待着夏天的来临 然后这两款 他们家的手机壳 我自己会觉得很有艺术感 而且很清新 是这两个 这个是我买的他们家的第一个课 然后这个是我买他们家的第二个课 然后 天哪我真的是讲得多累死了 还没讲完 这个是我自己会觉得 我非常喜欢这张图案 就是我在秋冬的时候 可能穿一件厚厚的毛衣 焦糖色的毛衣 墨绿色的毛衣 就红色的毛衣 然后我在手上拿这样的一个手衣 在打电话 然后旁边摆着一杯cappuccino 放着一块知识蛋糕的那种感觉 那个整个场景感 画面感像电影要在我脑海当中久久不散 这款 登登 这个图案 我相信如果大家很爱化妆的话 应该不陌生吧 来自Kylie Jenner的那个logo的图案 然后又加淘宝的店铺呢 就是把它这个logo做了一个这样的恶搞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泡夜店的时候 或者出去想跟朋友小拙的时候 或者你今天的行程会比较 就是纸醉精迷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适合带的一款这个手机壳 这款 这款就是狗年特别的DocDocDoc 然后他们家给狗年特别做的一个特别款 定制款的一个手机壳 因为我正好是属狗的 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自己去心算我的年龄 我正好属狗的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个 我心想说我本命年过年的时候应该可以用到它 哦 终于要说完了 我就真的是 哇 长出一口气的感觉 那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我所有的手机壳 我现在真的已经是累呆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好 那今天的内容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帮助贵府二锅头 转发评论点赞 whatever 反正粉我们就对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啦 我是Francis 然后我们是贵府二锅头 我会把Kira的脸放在这里 贵府二锅头是由两个人组成的吗 不要忘记了是有Francis和Kira 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啦 我们先见啦 拜拜